逆态性,有手法,有毛法,可以加上一脚法 但都是以泳春去主 起码一只手碰住,也叫刺手 你看美小龙这片,咚咚咚的 就是下面一下,上面一下 地态就没什么形式了 但刺手时间是极短的 当然是极力鼓励你用泳春的 这叫鞭手,鞭手日本奖 我们打了奥奇,我们这一圈就入了 欢迎大家来到泳春工房的monster channel 我就是monster 上一集我们最主要讲到 究竟什么是极手 如果未看上一集的网友 我真的强烈地推荐大家去看 简单地按上面的连续就可以看到 只是花大家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因为当大家深切地知道 极手的本质也是其精髓所在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到 极手的功能和其分的目的 而亦都会明白 玩铭春的人为什么这么着重 痴手的训练 看过上一集的朋友 就会知道 我将水比喻为三种形态 分别为固态 怠态 和气态 而今集最主要讲解 这三种形态所表现的方式 和着重点 另外我建议 玩铭春的同学 多些进行怠态化的痴手 因为这样就可以多些训练步伐 和距离的掌握 另外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网友 就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关上旁边的铃铛 去开始训练 当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会马上知道 另外你们的like和share 是支持我们的动力 希望大家不要褪色 好不过那么多 我们去片段 我们说黏手三个形态 最简单 水形态三种 一个固态 一个液态 一个气态 固态是最简单 最传统的 总之 基本上这些都不动了 担手 中掌 绑手 这个是最传统的 大家调人马 中线对中线 潮营对潮营 没有怎么动的 很固定的 好了 盘手 也很少 很少进瓦 或者退瓦 最多又是走一步 譬如我这个要铲颈 又是最多走一步 那就不做多了 最多进一步退一步 或者转马 就这么多 液态可以由固态 去到光模 接着到开步打 这些就是液态 液态性其实都要注意的条形 只不过你多了很多步法 要走步 会动 前后左右动 会追来追去 这些手型会没那么漂亮 让开招 打一打下 毫无一力离手的 你 OK 其实不建议 那个离手状态太久了 因为我们玩了贴手 OK 那你不懂得再打打下 就开了 对吗 两下又开了 两下又开了 其实就不建议的 因为泳春就是 由接触开始 我们的攻势 如果要进攻 我们应该继续轮下去 继续延续下去 直至打机到对方来止 就是要玩这个方式 所以我不建议你下下一攻打球后就好了 所以建议大家跌走后 放回你的手 先把手捡住 可以先有个接触 不要完全离开 你看美小龙这片 就是一局就在上面一局 原来是这样玩 但是我们贴姓的持续是泳春式 不懂的 自肺 比較自由一點 那麼 液態性呢 再加上 有手法 有步法 可以加上腳法 但亦都是以泳春為主 因為你需要透過這種方式去慢慢摸索 怎樣在一個對打中 拿這件事出來 那麼 液態性之實 都是以泳春為主 其實 液態也是的 只不過液態又更加長 打打就沒有了 打打就沒有了 去到第三個形態 氣態化 雙方對打的時候 貼手時間是極短的 因為你打完 接著就收了 那你怎樣貼手呢 你又要慢慢摸索這件事 這個才是主題 那個氣態性貼手 氣態就沒有什麼形式了 可以嗎 隨隨無拉 起腳 然後打打 要摸摸 都沒有問題 OK 那些都沒有問題 因為是要將泳春拿來用 不要再這麼形式化 OK 那我們叫做氣態性貼手 直接可以拿著一個權號 那你喜歡呢 不用出泳春的東西都可以 你喜歡平歐權又可以 上歐權又可以 沒所謂的 但當然是極力鼓勵你用泳春的東西去做的 OK 那我們稍後再講解 包括我們 譬如我們有圈手 我們都說 我們有圈手 OK 這個叫圈手 圈手裡面像 OK 這個圈 你們應該知道了 是吧 你們舊底那些 我們的打打圈 雖然是 我們是西洋拳 但我們這一圈呢 我們就進了 這些是泳春的特首方式 可以嗎 然後可以站右莊 可以踢腳 踢腳 可以踢腳 踢腳 踢腳 沒問題的 都鼓勵你做泳春的 但是 是否所有其他 西洋拳 空心的 或者台拳那些不可以 不是 用到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看如何再轉化 為永出這樣就行 這就是 叫做 氣態性 施手 很自由 簡直是自由戰鬥